欢庆父亲节 今天T聚焦单元带您来看 自己做的蛋糕最能表达对爸爸满满的爱 新竹县哈克烘焙夏令营 25位小朋友和爸爸一起来做布朗尼翻糖蛋糕 还用巧克力酱画上了领带 家还有爸爸的笑脸 这亲子情感是大大的增温 父亲节到来全家吃蛋糕欢庆 但买得太普通 自己做的最独一无二 想要的造型全都能实现 可爱翻糖蛋糕要给爸爸满满的爱 看见他们长大 然后他们可以开始帮忙洗米 然后开始做蛋糕 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看见他们慢慢的 他们越来越厉害这样子 能够承担的家事也越来越多 烘焙是一种情境学习 让孩子自然而然愿意动手做 愿意尝试新的事物 在这个过程中互相合作 共同学习 这一次特别有请爸爸来参与 父亲节的活动 他们一起共学 这其实是一种仪式感 小心翼翼把面糊咬进纸盒 依序送入烤箱 自己做的布朗尼蛋糕 要送给最爱的老爸 父亲节前夕 哈克烘焙夏令营带25位小医到国医生玩翻糖 5位爸爸也放下忙碌工作陪同参与 不只搅拌可可面糊烤蛋糕 也运用擀面棍滚平白色翻糖压模型 最后挤上巧克力酱做装饰 小朋友画上领带画温暖的家 还有想象中爸爸的笑脸 其中也发挥创意设计经验图案 希望老爸看到能会心一笑 把烟戒了身体更健康 因为爸爸很喜欢抽烟 我希望他可以把烟戒掉 然后因为抽烟伤身体 我要送给我的爸爸 然后我才有画星星和素 还要送给我们的阿公 我今天在蛋糕上画了一个篮球 因为我想要爸爸假日的时候 陪我玩篮球 然后我今天画了一个最棒的爸爸 就是我觉得爸爸对我很好 感觉很开心 也感觉很幸福 女儿已经长大了 懂得跟爸爸比较贴心 从开始怎么样去 让他的蛋糕的形状 慢慢一个一个弄出来 觉得他们也是越来越厉害了 三宝爸 龙凤胎爸爸 还有超人老爸 都是最厉害的家庭守护者 送上自制冠军兄章 孩子给爸爸一个大大拥抱 幸福瞬间就像翻糖 填尽每位父亲心里 甜蜜满分 父亲节快乐 耶 资格把监驳张 优优独立了